韩日矛盾多点引爆 向来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相称的旭日旗 将被允许带入东京奥运会会场 顿时惹怒韩国 日本东京奥组委宣布允许旭日旗 进入2020年奥运会会场 引发巨大争议 韩国政府将向国际奥委会 和东京奥组委提出强烈抗议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金仁彻劝接日方 应以谦虚的态度正视历史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表示 将持续提出强烈抗议 要求禁止旭日旗 进入东京奥运会场馆 韩媒更直言 德国纳粹的象征被严禁使用 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旭日旗 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体育赛事等场合 令韩国十分不满 韩日矛盾多点引爆 双方的经济联系也随之跌入冰点 日本车销量下滑趋势 从7月份开始出现 8月降幅更加显著 日本经济界连日鼓吹 韩国抵制运动没有对日本造成影响 但事实却很大脸 4号首尔日本进口车卖场 门庭冷落 销售人员向韩媒大吐苦水 担忧生意惨淡 生计不保 8月 日本进口车的登记数量为1398台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约57% 其中尼桑本田等品牌的汽车销量下滑80%以上 丰田汽车销量也缩水近60% 另有数据显示 今年8月 由仁川机场出境的复日旅客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20% 韩媒认为持续数月的抵制运动效果 开始显现